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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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歡迎收看 2月25日的CG9 5直播 我是豪德 又跟大家見面 今天市場好一點 大家心情好一點 我自己有一個谷底的心情 去到谷中間 都不是去到一個平常的心情 再升幾天我會好 放心,不用安慰我 港私基金最新的表現 月23日 一路滑下去的時間 180.05 年初至今的回報 都放心 還在賺錢 由雙位回報到單位回報 心都不是美而 8.4% 希望震盪完畢 我也希望 一開始 我發覺大家最喜歡聽 浩德說 並不是說浩德的股票 浩德出名是說股票很厲害 但大家喜歡聽我說大市 昨天 美股 開口中 谷底 前晚 開市最差 跌了4% 大家記得 什麼都大減價 連一隻ARK都 8.5折 那一刻 頭半個小時捱過了 昨天說 寶威爾出來 有些Statement 昨晚 其實他繼續 要去這些 去解話 一路說 市場暫時好像收貨 你看到 納指之前一晚跌了0.5% 昨晚就升1% 其實 就好像 暫時那個風浪 輕輕過了一段落 這裏爬回一點 都四五隻 美股 其實港股也很厲害 所以昨天大家 比波叔玩一玩 滲下去 今天爬回一點 其實港股也容易跑贏 不過 最重要的是 究竟 還是那一句 跟著要怎樣 跟著要怎樣 才是最重要的 美國那邊 還要笑一笑 昨天另一個落差很大的新聞 我們在這邊 無端端加印巴水 昨天美國證監會 又減了相關手續費 天同雨地獄 大家是否決心去炒美股 放棄港股 我不知道是不是 不過美股也不是 剛才我說 好像指數這兩天 就跌了少少 但是 說真的 就是引發這次的 這麼大的Votation 除了因為升得多 要回一回這些老土的說法 你都明顯地見到 那些Yield都真的動的 不好意思 又要說回一些很老土的 看回利率走勢 這次比上次 其實大家要 比較認真地想一下這件事 上一次我講過 11月就是剛剛拜登選到 疫苗的消息也是去年 那段時間 都有一個比較大的Votation 但是那些Yield都沒有動 所以你炒一輪都可以回頭 按這個圖給大家看一下 不好意思 這兩天比較夜睡 我就是身體不好 說真的 脫龍痛 OK 你看回 上一次Votation 就是11月 這個就是道指、納指相對走勢 幾次都是這樣 1、2、3、4、4下 今次是第5下 那天跌得急一點 希望可以跌停一點 希望是 但是我講過 我一開始再看這圖 講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如果你說是很短線的retrainment 調整可能就是這樣 升得多 有些人一見細轉 又會take profit 或者止蝕 那幅度短線應該是差不多 不過問題就是 尤其是你見到 去年大約在這些位置 因為衝突上 其實都真是過去 尤其是11月打後 那些股票 尤其是那些所謂吉身經濟 股值高、增長股 都是厲害的 這一次其實腰部沒有什麼pick up 你還是維持在這裏 但現在是相當有更加高的位 但是腰部真的pick up 所以又看回30年的圖 所以是否真的沒有什麼影響 我也不會說 昨晚的勢還向上 很多人問我 股會不會升到什麼時候才停 其實是沒有的 市場的力量和走勢 我們只可以謙卑地觀察一下 但事實上這個真的向上 會不會這麼簡單 一次募取完 然後新經濟再炒 其實是有些保留的 所以就算穩定一些 你問我 我對高股值的股票 都傾向有少少戒心 不單止市場上高 所以大家部署就要 不要因為過去幾天好像跌停了 就不想 不過當然炒股炒兩天 不要想太遠 也對的 如果你說今年要留意的事情 這個真的不惹事 上次11月那一刻 其實真的不斷移 所以上一次11月 你追落一些舊經濟 其實就不太好 這段時間 我猜 其實今年2月一抽上去 這一下 我想都很認真 所以我自己都趁機 你說今年要加多一些舊經濟 1月份就不斷移 2月份都開始要努力一點 而且不單止EU 我覺得是剛剛學習的 所以大家一起討論一下 這個就是Move Index 類似VIX的恐慌指數的參考指標 不過主要是說國債 大家知道VIX的恐慌指數是期權的 Empire War 所以VIX就是股票為主 Move就是債券為主 你見債券的 Empire War 到盛 市場很多人透過無論投機也好 或者做hatching也好 都擔心利率的走勢比較大的波動 我看了一篇文章也有說這件事 究竟現在債市因為股票開始移動 那些所謂Move 相關的EUMPIRE War 抽升也很正常 但是大家會擔心這件事 所以債券和股兩者之間的相關性可能很高 會不會這樣令年代的VIX都可以抽起 你想想過去這幾星期 整體雖然好像大家有點差 不過其實都是一些新經濟差的 所以整體雖然沒有動過 你看回紅色這條線 紅色這條線就是VIX 反映美國S&P相關股票整體的恐慌指數 其實是沒有動過的 所以我覺得美股也不至於一個災難性 即是高股值比較災難性 但是如果白色這條線 即是現在債券的Move 開始pick up 你看回過往都好像有少少相關性 我按這個regression 我記得有一個觀眾很喜歡按regression 很喜歡看IOS Square 不過其實又不是那麼明顯 所以我這個都答一答大家 怕不怕Move開始動 VIX會跟著抽手 即是I ball看好像有點關係 數字上又不是那麼大關係 不過好了 用一些簡單一點的方法 跟大家講一下想法 我覺得整體股票as a whole 整體來說又不是差得那麼重要 暫時我都買那個說法 或者那種想法就是 錢都是轉 只不過由債券轉到舊經濟 或者由新經濟轉到舊經濟 所以最簡單你看回美國 盜瓶施工的平均指數 其實這幾天是風平浪靜 以及穩步上揚 相對大家可能拿著很多新經濟股 你會覺得原來這裡就是沙漠的綠洲 所以我暫時都傾向希望是rotations 就這樣繼續發生 其實說了恆子 不要只說美股股炎 恆子其實本身是 昨天如果不是因為波叔 善一善大家 其實相對他都跑得很硬正 所以對於我自己的操作 有些人問我 第一個人的問題就是 究竟浩德斯基金會不會加回 這個禮拜我好像也有精神 其實我就是新經濟的那些就避一避 有些就減一減 究竟經濟的腳加回 其實今天也是這樣 其實這兩天認真說 兩天大跌 反而我的倉位就不是減很多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就是前晚美股 我還有少少破例的撈底 或者炒底 我見有朋友說 撈底和炒底 大家說法不同 香港朋友 國內的術語 我有時候都撈一堆 因為你見到我 英文我又看 國語 普通話台 我又聽 簡體字我又看 所以撈一堆大家不要介意 最重要大家知道我講什麼 但是這段時間 我這兩天沒有大力減的 其實整體可能還加回少少 昨天跌得太近的時間 很少可 不過我主要就是 將恆生科技指數的 Future 就蓋回一些 都跌了幾個 十幾個percent 不過幫補一點 大家見著我 我都沒有騙大家 實際上司基金 這幾天都跟著市回了很多 但是你看看科技指數 都跌得更慘 那就是這樣 回到即時講股要講的事情 就是今天問大家 一定會問內房怎麼看 我不知道 有兩個 今天比較燦爛 其實昨天A股內房都開始動 不過消息面 我聽到是兩個 第一個就是關於買地 會有些變動 一連三次要集中做這件事 但是那件事是否真的對內房那麼好呢 我就一般般 第二關於農曆年 過去兩個禮拜的賣樓銷售 按年增長又好像好一點 其實我有些question mark 第一就是去年疫情最差就是新年 那時候大家應該沒什麼心情看樓 今年就就地過年 那你又叫做可能多少少人看 但是認真地說 都不是一個很正常可比的 而之前所說的那些指導價 究竟是否真的沒有影響 其實我自己就一直等數字出來 雖然施老闆都有給他這些數字我參考一下 但是我覺得也是要太早判斷 我不知道 不過行業分析就橫行業分析 這個sector始終是underowned 大家都沒有的 炒一轉大家跟下掛 你問我是否很認真 我就未必會 不過大家跟炒一下也不介意 好了,我越說越長氣 好,說回昨天說 本來要和大家說,Ray Dalio寫了一篇文 他挺有趣的,解答大家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覺得股市是否要出現不佈 他說他研發了六個指標出來 希望大家分析一下 我想有些朋友都聽過 但說真的,這些指標的東西 浩德都很熟 我們一起跟大家很快 用兩分鐘分析一下他所說的 他說他嘗試製造這個量度指標 不過說真的,大家衰衰的 先小人後君子 他這件事也是剛剛弄出來的 說真的,他投資了幾十年 以往都不是靠這幾個指標去做 只不過他很有趣 大家知道Bitchwater很多人很多錢 很多資源做一件事 他做一件事就是 每一間公司都去量度那幾樣東西 譬如說,現在的價錢 相對於傳統指標是否很貴 是不是已經將一些很不舒服的情況 明明這件事只會往來一年 你就當每往十年 市經是否有很多新的買家 新手,我們香港朋友說 是否有很多散會已經進場 大市氣氛是否已經過分地高 然後大家是否借很多錢去買股票 然後是否用很多古靈精怪的東西 譬如炒期指、炒Option、炒波隆、炒牛紅症 這六件事大家都明白 不過他嘗試量化一下 有點像我平時所說的 系統化,雖然不是很科學化 得罪的結論 當然是說結論 喜歡看的,慢慢自己去VDN看 就算不懂得看英文 中文也有很多翻譯 但結論其實大家都沒有很新意 第一個結論 一,就是現在微信很bubble 不過微信很bubble的意思是 整體來說不是很bubble 不過那些超高增長型股票 大家都知道我說什麼 羅素2000TAC那類 炒得很合合的那些很bubble 不過這件事是否很有新意 我覺得就不是很有新意 現在的東西是否比傳統估值貴 大家都知道 為什麼會這麼貴 大家都知道 因為錢太多 問題就是錢太多會不會收水 和單單是利率改變 會不會令到兩者之間有一個rebalancing 這才是大家最關心的問題 VDN是沒有解決到的 如果他這麼神級解決到 去年又不會這麼傷 我不是笑他 不過我自己身在其中 就不要笑別人 不過這些指標 我覺得可以參考一下 但又和我自嘲一樣 這些只是approximation 不過我都經常說 但他覺得現在是77% percentile 爆煲就是這些 OK 這些是爆煲位 但說真的 究竟他都維持了 我經常說 如果大家想我閹沾一點 因為我自己都研發很多指標去參考 這些1930年我真的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這些數據 究竟有多有關 因為以前太久以前 但如果回覆了2000年 這個bubble gauge 如果去到1999年 已經超級爆煲 你就不參與 或者你回覆了 你就會死了 看bubble 不難 其實最難是看bubble 什麼時候爆 爆那一下走就最好 爆之前走了就很慘 所以應付這個bubble 或者坊間大家經常說bubble 這就是我自己的想法 這就是我自己的想法 它什麼時候爆是最重要的 究竟我不是已經存在北部 好了 說了太多話了 然後 我希望我講完之後 大家是喜歡聽 不過 希望不要覺得太吹噓 講回大力教 正經的交給同事說 同事就先出阿SON 阿SON就知道 大家知道了 b站出來回香港 b站股價很好 b站最重要是昨晚出了業績 阿SON 說幾句 阿SON 說幾句 出了業績之後 幾好 後市場上升了4%左右 出到來 其實很多top line bottom line 都是別了一個計算 如果這樣看回 其實quad4 top line大概是84億人民幣左右 其實EON 也升了九成多 最主要就是 是說整體的用戶增長 以及各項不同的類型的業務 包括它原本主流的一些遊戲 即是Mobile Game 以及一些Value Added Service 以及Online Ad上面有一個 比較強的升幅 如果這樣看回 其實quad4的MAU Monthly Active User 其實大概是2億左右 202個million 其實是55% year on year 都是比了公司上個quad4 另外就是DAU 5400萬 54 million 就42% year on year 這裏其實要講一下 就是它各 下面各不同的segment上面的一些情況 尤其是在Gaming上面 其實Gaming上面一直以來 都是靠FGO 即是Fate Grand Order 以及公主連結 以及碧南韓線 這三個公司 去到Quad3的時候 就有Genshan Impact 即是原神 就帶動了整體 在ROS也好 Android也好 它那個的Ranking 這個也是令到它有一個year on year的上升 就大概30% 那你見到其實那個proportion 就開始越來越少 那另外就在online 在那個advertising 即是廣告業務上面 那其實那個業務增長都很厲害 那就大概150% year on year 那也都是連續七個quarter 是有一個正增長 那最主要其實你見到它很多不同的廣告商 包括是Gaming上面的廣告商 Food and Beverage 或者是電商 這個化妝飲品 和3C的產品 其實都有跟Billy做一個合作 尤其是在那個year garden 即是那個晚會 最美的夜 那當中有很多不同的 剛剛我提到的 最五大的廣告商 有做一個合作 那另外一件事就是 就是剛剛提到的就是 Gaming上面那個proportion是低了 但是因為它把Gaming的那些experience 就提供了到online advertising 包括就是那個LL的world tournament 那就聯合了幾間 就是要做這個廣告的Gaming的advertiser 那這件事也是值得要留意的地方 那去到最後就是 就是這個call上面 就是今天有management 有一個call 那就講了幾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 它的user base 就開始有一個擴張 不只是Z的世代 就是90後 原本是佔大概八成多左右 但是現在就開始 去到一個擴張到去80後 這個也是可以看到他們的user expansion 另外就是content quality 這件事就是可能提到的 就是之前有提到的PUGV 就是professional user generated video 就是professional user generated video 我突然停了 所以有些人提一下真的好 先說一次是professional user generated content media 是video 差不多 這個也是Billy最主要的一個玩法 可能是自己的up主 可能是自己的video上去 這個也是他們的主打之一 那也是為什麼會有這麼高的stakingness 因為他們自己有一個社區的群 所以就令到他們現在可以突破了1億的premium會員 就是51% year on year 都做得很好 另外就是他們給了一個比較長期的user growth 的target 那現在就大概是2億mau 那在2023年就去到4億的monthly active user 那這也是看到他們那個擴墜的野心 那另外就是那個品牌的一個認知率 那在2019年的時候就大概是31% 那現在就去到21年的1月大概是68% 那去到21年的target overall就是去到九成多 那就是希望可以提高他們的認知情況 那最後一件事就是他們開始會主打一些海外的市場 那現在就開始跟Sony的Fundimation和Netflix做一些聯合推出的國產原作 那之前在Quarter 3的時候也有一個比較Bilibili自己原創的一個節目 就是風犬少靈的天空 那出來的結果其實也做得相當不錯 那現在就開始做一些可能是Animation 就是Bilibili本身已經是做開的事情 那就是希望可以在這裡打上去國外的其他的市場 包括是日本、東南亞的地方 那這個也是 所以其實總體來說 其實現在Bilibili還是一個比較好的賽道上面 就是視頻化的影響 就是電商和直播大破這些位置 就是你見到e-commerce的位置 他們那個Segment也是過得很快的 那這件事就開始不是單單依賴 只是依賴這個Online Gaming 或者無貓Gaming上面的東西 那就開始將它原本有的一些遊戲 開始Leverage去到其他各項的業務 所以其實整體都挺好的 是這個情況 OK,謝謝Sony 那這個結論就是繼續都不太差 結果是後市的價格 都立即反映了給他聽 相對於Square、TDoc等 不過有機會再詳細講 因為很多東西講的 我同事 跟著呢 昨天說想講 不過讓我擺到今天就是 Elliott說一下那些大陸的疫苗 我們要講的慢一點 你說的很好的 但是我們的觀眾主要是聽聽聽聽廣東話嗎 OK OK 這個主要現在跟大家講一下這個疫苗的現在最新的一些情況 就是第一個先說一下康希諾的一個最新的一個情況 就是在今天的時候這個 昨天的時候康希諾有一個公告 他說他現在他的產品已經向那個中國國家邀監局申報的那個上市批准申請 已經得到受理 現在已經進入到一個審批的階段 然後這個是昨天的一個新聞 這個是蠻重大的一個事情 這個的話就是意味著他現在在中國的這個市場 現在如果他這個審批能夠通過的話 就能意味著他能在中國進入中國市場 因為中國是一個最大的市場 大家也知道 所以說但是這個新聞的話 有一個情況是他的這個Efficacy 現在的一個最新的一個 他的顯示的數據是5.28 這個數據這個我覺得可能相比一些其他的一些主流的一些疫苗 可能稍微略低一點 可能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 比如說Pfizer他的Efficacy有95% 然後這個Moderina有95% 4.5% 大概就是現在就是已經上市的疫苗 Efficacy現在我看平均是在一般是在90加的一個情況 然後80多就算相對低一點的 然後所以說這個Efficacy它現在只有65.28 這個我覺得可能相對較低一點 但是其實也不要緊 現在正常的標準是只要大於50%都可以上市 然後但是只是就相對而言 而且這個它是由於它是腺病毒的這個疫苗 所以相對這種傳統的滅活疫苗 可能本身Efficacy就會低一點 這個也是他的一個情況 簡單說一下這個 然後第二個就是他現在獲得了在前一段時間是獲得了巴基斯坦這個藥物的 緊急使用權和墨西哥的緊急使用權 這個可以簡單看一下這個 他們的這個全球的這個情況 墨西哥的話現在是它的這個疫苗的滲透率 相對於美國還有一些歐洲的市場 它是相對較低一點 但是所以說它現在是有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市場潛力未來的話 然後像那個巴基斯坦的話 可以看一下巴基斯坦的話 現在就是一個更低的一個情況 現在的等於說現在國內他們巴基斯坦國內現在的疫苗接種情況 是一個比較低的情況 這就意味著將來可能會有更大的一個市場 但是這個市場可能並沒有說歐美或者中國這麼大 但是它的由於沒有現有的疫苗 所以還是有一些增長的空間 然後這個還有一個比較大的事情 就是自從上次cover完康西諾之後 就是它這個在摩根斯坦利 在2月10號的時候給它了一個新的一個coverage 就是在這個報告裡面 它的這個目標價上調到420塊 然後同時它的這個主要是把它的疫苗的收入也增長了很多 然後可以看一下這個報告 其實就是它的調整最大就在於這個 它在這個AD5NCOV這個就是那個康西諾的疫苗 它的這個原來的這個它的收入是8.3個billion 現在新的它調整到了18個billion的一個net sales 同時它的growth profit和這個net income也是有一個很大的一個上調 甚至到了一個1126%的一個比較誇張的一個上調 就是簡單來說就是摩根斯坦利非常看好這個康西諾這個疫苗的一個業務 但是我也去仔細也讀了一下這個報告 但是我可能發現這個報告裡有幾個點 我可能有點有點不特別有點稍微的問題 就簡單說一下就是其實就是它這個報告裡 它的一個預算標準是有一個點就在於它就是 因為國內它現在康西諾其實它的生產線還沒有造成 沒有完全生產做好 所以它現在的現有的生產率大概只有5000萬的一個capacity 但是現在它現在又意味著將來可能是要去找一些 國內其他的一些工廠去做一個CMO的一個情況 但是現在國內的政策現在是不允許這個 就是你這麼去做你的疫苗去找其他代工這樣 所以你必須得通過國家的一個申請 但是現在這個它能不能通過這個申請還是有一個risk Morgan的這個報告裡它沒有太考慮這一點 Morgan的報告是說你做好這個疫苗之後你可以出口 但是你不能在國內使用 但是我也查了一下國內相關法律好像沒有這個說法 所以這個地方可能有問題 還有就是這個Morgan給它的一個 對於它未來的產能是有比較樂觀的一個預期 所以這個情況我看了一下它現在的產能和這個情況 其實它現在就是說那個他們的總經理他們的董事長 是在去年的時候說最樂觀的情況是在今年年中的時候 它能達到這個1億的疫苗的50%的產能 大概就是5000萬的產能 這是比較樂觀的情況 然後可能就是最好的情況也就是說 差不多在今年年中的時候能夠接近於產能達到這個吧 然後但是這個最好 但是問題是就算今年年中它達到這個產能 它能不能在年底的時候完成這個 因為Morgan的預測是要包括中國和國外 它需要一共有2億的一個疫苗產能 所以它能不能達到這個產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的 然後還有CMO這個是Morgan沒有考慮 所以說我結論就是說Morgan這個可能它這個 我覺得是稍微樂觀一點 這是我的個人看法 然後好然後就是再說一下這個巴基斯坦 對這個就是他那個在Morgan之前 他的efficacy一個預測 這個後面也說到就是它的這個有效性 其實是相對於國外主流的是較低一點 然後康辛羅就說 然後後面再說一下科興 首先這個綠色標註的是它現在已經是上市了 黃色的是它現在還在臨床階段 科興的話是這個已經停牌在美國 它已經停牌了 所以但是它有一個叫中國生物製藥的公司 這個它現在是在Morgan的一個 它是Morgan的有很大的投資 比如說這個科興的投資 它如果科興的新聞 其實是可以看一下這個公司 它沒有被停牌 然後科興的話 Efficacy現在其實更低 比這個康希諾還要再低一點 它是50.38的一個Efficacy 就剛剛達到這個最低的一個標準 但是科興最近也是比較活躍 其實可以看到它這個在近期23、22、19 可能大家都知道在香港的這個也是獲得使用權 同時在東南亞像菲律賓、泰國 它也是剛剛獲得緊急使用權 這個的話可以看一下 其實東南亞和泰國的話 它的這個滲透率其實都是很低的 可以看到它這個現在是0到0.01的這個狀態 就是很等於說市場完全沒有開課的一個狀態 相對於康希諾這個3500萬劑是較少 順便再說一下這個康希諾的這個3500萬劑 這個其實很大的一個數字 因為其實它已經達到了 等於說是35%的這個Morgan給它的海外預期 所以這個是很大的一個數字可以注意一下 然後就是科興其實在東南亞這邊也蠻活躍的 還有一點就是它在巴西的這個研究機構 現在說就是有一個輔佐就是之前因為在這個NHC 這個是國內的一個研究機構 它是說科興和智菲這兩個公司的產品的疫苗 對南非的變異株是有效性的 這個現在是全世界其他的很多主流疫苗是沒有這個有效性 這個是國內的一個標準 這個是在2月19號巴西的一個研究機構就是佐證了這個說法 就是它確實科興有這個有效性 這個可以注意一下 然後後面就是國藥 國藥的話其實現在也是在柬埔寨匈牙利和阿根廷也是獲得緊急使用權 但是它的劑量的話沒有太披露 然後可能市場也不是很大 然後這個但是也是可以看到在國外現在越來越廣 然後還有就比較大的一個新聞是在2月22號的時候 國藥董事長說了他這個國藥的疫苗 它是將來可以適用於3到17歲的人群 這個的話現在很多疫苗也是沒有這個3到17歲的這個 同時它這個將來會有10億的產能 這個也是很誇張的一個數字 然後這些就說完了已經獲得上市的 後面再說一下這個現在在臨床中的製菲生物的話 這個製菲生物的話也是在2月4號 它這個之前跟他說到它對南非是有效性 現在製菲是在臨床三期的一個階段 現在未來可能在一年內可能 我估計可能會進入到一個也是上市的階段 然後這個這個這個它現在就是我注意到一個點 就是它在2月21號發了它的業績報告 就是可以看到它的這個業績增長是有43.48% 這個情況然後它的這個增長的這個主要原因是 它的幾個主流疫苗就是它其實就是 HPV疫苗和一些流感疫苗 它的增速是非常大的 有558% 703和764 就是說它的這個疫苗其實現在是 我覺得是比較好的 如果市場能這麼認可 它說明它的這個公司作為一個疫苗生產的公司 是很合格的 就是說它相對於康辛諾 因為康辛諾現在是沒有已經有的產品 它等於說已經有現有很多產品 同時做得很好 所以將來它跟康辛諾是比較接近的 它都是這種腺病毒的一種疫苗 所以說它這個將來我覺得可能是很不錯 它是蠻有潛力 將來大家可以關注一下它的這個進展 它的臨床進展和這個情況 公司是個非常好的公司 然後後面再最後說一下這個康泰 康泰生物的話也是 它是跟康辛諾做完全一樣的產品 就是這個腺病毒載體新端疫苗 它其實就是可以看一下這個之前的這張 說那個康辛諾的時候這張圖 就現在這個康辛諾的產能是比較低的 但是這個康泰它的這個產能 現在已經是達到3到3個億 然後它現在就是有最新的新聞說它現在 就是這個已經是落成了 然後同時這個就是 同時的話就是現在有一個新的新聞 2月2月18號這個 它那個它向美國已經是在美國的註冊中心FDA申請 不是FDA 美國註冊中心添加了二期臨床實驗的一個情況 這個二期臨床的話就是它從一期進入到二期這個等於說它未來也是在進展蠻快的 這個大概就是這樣 康泰的話原來有可能是跟這個康辛諾有一個情況就是 由於生產產品是一樣的 康辛諾產能現在跟不上 有可能是康泰去幫他做這個CRO的一個代工 但是這個具體會不會發生也不一定這個事情 然後再關注 然後最後再說一下其實這個雖然輝諾不是中國的疫苗 但是這個也是蠻大的一個新聞 這個其實對康辛諾股價產生一些負面影響 FAKC又進一步提升到了95.8的一個情況 就是已經非常高了 所以說相比而言這個國內的疫苗就顯得相對更低一點 然後這個其實 這個其實是非常高的一個數的FAKC 然後最後總結一下其實就是說最近 國產的疫苗情況是蠻活躍的 在全世界各地獲批緊急獲批都是蠻活躍的 但是這個FAKC其實還是最大的問題就是跟國際的一些公司來比 它可能相對較低 將來看能不能會改變這個問題 現在大家很關注這個事情 因為香港也開始有可以接種這個疫苗 現在主要是這個BioNTech還有這個科興 對 謝謝你 謝謝A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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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轉回廣東話台 看我的小編應該會把Ander的這麼好的資料 加回字幕之後給大家聽一下 不過我發覺大家聽普通話都不是很大的問題 好 爭取時間了 就說回答一下問題 我看到很多問題 即使很多問題 不過先回答到留言區 我看到很多人很聰明 特地立刻在留言區放的 不過沒有辦法 我都說回答一些 多些人可以在我的影片留言 會有很多人看的 還有想幫一下好得 記得要訂閱一下我們的頻道 like一下 share給朋友看 沒有時間不少我都要做一下sales 希望大家支持一下我們 好 那些替我的話我會減免一點 竟然全部都沒問題 大家記憶都很好 其實不是問題 大部分都是 OK 回答一下即使問題 省時間 好 今早有沒有高位減倉 我沒有 好 好 入了水泥股 未 未 好 好 我之前建議你不要沽港交手的位置 我記得那時候 我建議你把港交手婆招行 立入十大 因為長期持有 那就好 賺錢 很多基金 都少看了三八八 其實很多分都是拿著三八八 因為它是index 好 OK 我應該聽來講多些 記住你的名字 好 下次你講 我要特別留心 好 答了 好 加倉政 減倉政 減倉政 對沖 減了一些藤新科技指數的hedge 都賺了10% 我之前搬 加一些新的舊經濟 我看到很多人都問這些問題 我次回答了 今天大市反彈 但是昨天大跌 今天彈 你問我 其實我應該這樣說 我對今天的反彈 其實就不是有很強烈的感覺 是不是我覺得這個反彈很假 都是趁機沽 我又不是 或者是不是我覺得 那個勢已經完全調整完 之後再衝上去 我可以大規沒有加創 又不是 我比較有想法 都是覺得舊經濟相對穩陣 你見一下 那隻梅峰 今天都是 繼續去 相對平坦一些 那些舊經濟 沒那麼好 你昨天跌 不只是梅峰 收容機 這些我有的 講一下 又好像平坦一些 就算選一些Bangs 939 停保 現在的錢都是這樣衝進去 這個就是現實 我覺得是貓頸 主觀還主觀 我覺得是順勢而為 如果真的商品大油市 要買哪些股 資源股太多 不知道怎樣選擇 可不可以介紹 買ETF 我不是很抬 買這些 大家有沒有聽過 那些資源股 港股 那些資源股 最大那隻都是299 那隻紫金 那就是金加銅 但是 你真的覺得 那些 要不炒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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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炒那些 說來講去 BHP Io Tinto Granco 其中一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懶人式投資法 買ETF 大包圍 OK 你覺得內房升稅 會不會持續 嗯 我有些偏執 其實 你就這樣問形勢 我覺得其實都是辛苦 如果不是內房債 為何會跌成這樣 說真的那句 但是 股票就是股票 沒有人買 開始後人買 越來越多傻瓜衝進去 那就會升 有時候真的不能這樣說 對個行業分析 股票就是股票 結論就是 我也有家 我想說好笑 說完之後 我也想笑 但是 我其實不太相信 不過你問我 我都是選我最喜歡那一隻 如果有長期留意 我每次買內房都會買那一隻 不知道有沒有人猜到 OK 不過我不是很相信 不過我又尊重市場 大家知道 少少少 如果不是有幾粒地 沖上去 很多基金經理的問題就是 別人一動 你又懶有性格 覺得不順 我都跟你說 現在又有指導架 內房又在撲水 又在做數 又有三條紅線 一轉圈 升多兩天 就說不是了 我都開始改觀了 我發覺很多基金經理 或者分析員的問題都是這樣 不要太認真 我真的說 我不是太認真 我覺得什麼時候再表演彎道超車 我都想 第一件事是彎道 先不要炒車 先不要飛出街 再做 都是錯的 講真那一句 大家有聽我說 我都覺得 我都不知道怎麼說 我覺得其實我都處理得很好 不過市跌也要跟著跌 感覺不到我做完的事情出來的效果 不過有時候都是那一句 你看不到的 那些東西平穩 累積到的東西就會見得到 我這兩天大跌的時候 我沒有被它嚇到 沽了一些東西 又沒有 你說我跌得過分地差的時間 我沒有背棄自己的樂言走在樓底 那又有 那有沒有賺錢又有 不過在這麼波動的市場當中 有時候做了很多適合的事情 都看不到效果 就是自己哄一下自己 OK的 總之 那又不是很危險 最重要是在賺錢 當然是高位回 不過我都不是神仙 我經常說 聽浩德說 大家都要有一種合理的懷疑 其實浩德對自己說的 都很質疑 這樣才會轉 Derek說 308前景又好 不過太貴 如果買波縮就不貴 如果波縮一出聲就變得很貴 所以變化 不過也對 去年估值就不太重要 今年開始估值相對比較重要 KKC問 看到匯豐業績之後 大家把目標價是40多元 你覺得有什麼未price可以60元 很簡單 告訴你 當匯豐去到50多元的時候 所有大行就會變成60元 我看到市場的貨幣 我看到市場大跌 梅峰好像不回扣,除了COPPA,有没有看其他? 有,不过不是很熟,COPPA就简单些 我发觉现在不如不要炒股票,我发觉好像索罗斯式,买ETF,炒期指,炒Commodity比说股票好,股票说完又跌,不好玩 COPPA又不断上升,所以我同事都投诉 有些惨惨,C基金不能做这件事,Hash Fund就买了很多图,所以就帮补一下 所以有些人会问我,为何耗德管理的产品会有些不同? 因为每个产品的Mandate都有些不同 买COPPA,刷一下长息,又1点钟了,市场是否继续升 OK,继续达问题,昨天太短了,因为昨天市场不开心 今天市场升单,继续讲 这个名字我经常听,应该是我们支持朋友 北水首次正流出,是否转势? 可能是,我昨天听了一篇抖音的文章 有个人计算了,你知不知道 现在我们北水同胞买港股,每日几百亿计算 你现在无端端加了STEM DUTY 即是无端端每日收我们国内同胞千多万的过路费 是否有些不太道德? 还有国内同胞对印花税很敏感 因为国内几次印花税一动,市场就转得很厉害 好,继续 不过其实最重要,我希望A股好一点 港股是好一点,但A股未好一点 我也很害怕,因为我年初都说我看好A股 那些A股很惨 你看连矛台都倒下去了 你看看暗涌在这里 矛台的跌法 你说新经济很伤,但我的A股也很伤 希望会好一点 请问私基金用什么index做benchmark 是没有的 我的有没有帮大家赚钱 如果说真的,有benchmark就是很好的 总之输钱的时间,你可以衰个benchmark 不是像我这样 赚钱又怕,有时候会觉得 你不如买哪些更升的更高 或者看什么index 所以输钱的时候,客户有报告 我觉得你不是应该不输钱 所以你问我,如果真的 我不希望给大家一个太虚的答案 就是No.1 objective,当然不要输 No.2 objective,就是secondary 就是次要一些objective 那你真的要跑赢的市场 你问我哪个更重要一点,当然前者更重要一点 不过后者兼顾不到也是死的 所以赚钱也很难的 不好意思,跳了 看到刚刚美国债息在升,似乎很担励 再这样下去,新经济没有再危险 没有之前那么平坦 因为过去12个月的新经济 简直是买什么升什么 扔飞标,增长股赢了 然后问股值是否有问题 股值不是问题,因为股值不停扩张 现在股值未必可以无限扩张 所以就没有那么容易打 生物股反弹,需不需要趁高减持 我没有 港股风险高,要all in 我怎么回答你 风险高,风险高当然不all in 风险高我又不是不买 这个问题很难答 港股交易费贵了,变相更值得买C基金 这就是公道一点 请问科技股调整了海尔妈 我都说我宁愿将些摊了出来的钱 买回多一些旧经济 但是新经济我都很多 所以你问我,我都觉得形势是有些变化 但是认真地说,我昨天又真的 cover了一些科技股index的future hedge 所以我不试,因为做了一件事很立体 不过我希望说多些给大家听,大家自己判断一下 通常卖不出去接飞到,不过那天也破例,接了tesla 铁亭才会买,今天有加仓,耗得几成仓位,八成左右 好赞成耗得对高P的戒心,自己找到一些低PE的科技股 有一个MU满星法大财,MICRON 竟然这几天相对硬正 Ada看一看我,戴了口罩 我不知道他的眼神是在笑着我,我决定不理他 赚他,他的股票赚钱 今天加冲加我什么,旧经济 每封,施老板说五十元很高,全年六十 不过,哪有这么好死,一二月突然升了上去 接着那十个月究竟是怎样的,我不懂回答你 宛州,并不是我平常的那些,那些猪好像可以 人士都不到,288多年炒了,好像炒了一只1610 之前说过,1610的1611,就是这样炒,就是161 0 请问港股旧经济是最好,刚才回答了 穩妇更多,买银行和地产类 請問Yield上升,為何債券基金與GFO上升? Gof是甚麼? 我真的不知道,是甚麼來的? 我沒有看過,他拿了甚麼股票? 他拿了Bill Aukman,是債券基金? 我不懂,不要再說,被人笑 我真的不懂,就這樣看,好像時事上升馬達比賽 馬上問,馬上想,馬上答 他拿了很多Credit bond,如果拿了Trade bond,當然會跌 但他可能會賺了Credit 而且他有Equity 不知道,不懂 但也是債券基金,主力買國債會比較差 Ben Chow說,有一個人叫董成飛,體探2021,只買地產 只剩7成,還在減少,買清白酒股 當然,因為他買了白酒股,現在才有報道 不知道,應該會看淡白酒股 如果今天來,應該是,街六隻矛盤還在下跌 你看看,矛盤跌跌了十幾% 最重要的是,董成飛用什麼理論,或者用什麼想法去做這個行動 這才是重要的 究竟他怎樣想法,我不是參考別人買什麼 我通常是參考別人怎樣想法,那件事更加重要 我問問,聽說你hash了30年的yield 是,我說坊間有一些inverse ETF 哪一隻好,不好意思,我不花時間 因為浩德的工作是自己操盤,順便告訴大家 我都不需要做這兩件事,我就不做 我說我是真的直接做那些futures 所以就,我不知道,答不到你 你研究一下,其實都很簡單的 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 我都不是那些有求必應信箱 不好意思 基本上,大了幾隻,通常很籠統地說一說 你選一些成交量最高的 然後最重要是找一些長的,還有是inverse 即是你會賺錢的那些 好,中緬,之前兩日大跌 關不關澳門通關? 沒關係,新舊經濟也沒關係 最重要是A鍋全部都這樣跌 茅台都這樣跌 今個星期有巴郡的年報 巴郡也是美國舊經濟之選 你見到他開始翻山 我剛才說鹹魚翻山,好像很壞 巴菲特也是古神,我這樣說很壞 但我是敬重他的 我真的見過他的 當年我真的特地飛過去,很神心 現在不用了,現在可以網上 究竟經濟場會封了哪個板塊部署 都答了,每個人都很想問這些 很多前晚你破例子,Tesla飛多,是不是Trader Instinct 當然不是,我最不喜歡,I feel like it 大家可能不知道,我對自己最討厭 很多基金經紀都是這樣 I feel like it, it's time to go 我總是覺得人的認知和心理狀態很虛無緣緣 所以也是有原因的 原因就是第一,我昨天說過了 你看我昨天說過了,有回答的 第一,我覺得如果根據過往幾次的retracement 複裁差不多 你看Polingabang也是差不多 巴巴要預備出來說話 那天什麼都掉下去了 每個省會朋友的WhatsApp都給我了 那我就不斷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在Facebook開了一個Post 不是,那件事是最後做的 第一件事就是買了Tesla 以及Cover了一些Lasdaq的Futures 大部分時間,我都純粹而為 小部分時間就嘗試一下 做一個Contrarian Contrarian不應該經常做 不過真正要有長期的成功 適當的時間就應該有Contrarian 別人貪男是我恐懼 但是要拿捏得很好 那天是我少有的 大部分情況下,我都警戒自己 和警戒同事,都是順勢而為最好的 過去兩天,我都沒有了 所以就沒有了 低位沽了股票 但又不見得幫很多 不過相信我 尤其是我發覺這個直播很多年輕人聽的 所以我都老了 不過我都憑一些年輕人說 不要緊的 有時你覺得你做的事情是對的 即使是沒有效果 其實事情總會回來 我自己都相信這件事 所以年輕人都記住 不要因為你的努力 得不到人認同,就放棄 當你老了 就會發覺你會覺得 你做了這麼愚蠢的事情 最後就幫到你自己 請問是不是需要多買些舊經濟股份 有沒有推介 我一向都不推介 買的每方我自己 買的收容器 加了一點點內房 金融資金 都是大老一些 好了,想問一下 現在黃金炒不起 人家喜歡比特幣 遲些bubble真的爆 黃金會不會一樣炒不起 反而說真的 這陣子大家害怕的時間 又把黃金拿回 你說比特幣是對沖的 說真的 我再說一次 我其下的基金是沒有拿著虛擬貨幣 我自己是有的 所以我是很差的 我們再說一次 我只需要不幫過基金買 純粹因為我覺得 我對這件事的理解 和判斷 我沒有足以我夠膽 幫我用客人的錢去做 還有我做的那件事 是有些幫助朋友的元素 故事很長的 有機會再說 當日我朋友做了一個ICO 我幫人幫他 但是說實際上 說回比特幣 你說避險的功能 是不是這麼高 我覺得 就不要說理論 就說實際 OK 你看回2020年 疫情的時間 不是因為金錢那麼可憐 也不會太傷 但沒有跌得那麼多 你們看看 去年又說回疫情 去年不是因為金錢那麼可憐 Ray Dalio 也不會太傷 他都是Risk Parity 但1700至1500 都是跌10% 剛才說比特幣是多少 所以如果你再跟我說 虛擬貨幣是用來對沖 尤其是對沖這些主要資產 其實我不太購買這個說法 我的理論就是這樣 說實際 不要說太多廢話 他上一浪就無法忍證 他有對沖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炒賣的效果很好 對沖效果就沒什麼 真的發生股災 是不是都是黃金避險 回答了你 請問三百塊值得入市嗎 今天都是五百零六元 你看看 幻想一下波叔 突然間回心轉移 什麼類型版法叫救經濟 跟科技元素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港股增值稅好 都會考慮多買美股 不會 美聯儲如果要控制通脹 為什麼A股又跌下去這麼壞 你看看 還是很空險的 我覺得市場 還要禮拜六 又要說說新頻道的講座 星期一又要我們新城的講座 市場這麼跌 都不知道怎麼辦 說完大家不知道聽不聽 不過短線波動而已 有些都是長期都要做功夫 新經濟是否已經不夠 舊經濟投資價值這麼高 我覺得又不是 不過去年就不要來舊經濟 只是專心炒新經濟 投資新經濟就好 今年就不要打算跌心水炒新經濟 新經濟都開始沒有那麼容易 因為股著彈障 那件事就開始扔回舊 你說是否所有新經濟都會死 當然不是 但是今年可能舊經濟有跌交的因素 除了說人們沽了 新經濟都會買舊經濟 因為舊經濟都很under-owned 大家的倉位不夠多 你說我看到這些基金 都是有很多舊經濟 那些是所謂的 Vidative Fund 即是跟Benchmark 升又買那麼多 但你說一些比較主動部署 沒有Benchmark 所以你聽到我們都是這樣做 消費券是否利好本地零售股 那怎樣也有幫助 但去年派完錢 你覺得是否真的有幫助 不過你派錢大家可能收起它 派消費券可能就用了它 那問題是你猜是否會去買化妝品 如果用消費券買化妝品 那就是沙沙 那沙沙炒掉了 基金可不可以投資小市值的股票 都可以 不過要控制一下流動性的風險 B站有沒有加倉 看看如何 都轉弱勢 也不便宜 我現在說新經濟股值 要小心一點 雖然交到業績 可能現在 即是去年 就是你沒有交到業績 都可以升 交到業績就慢慢升 那今年不知是否 交到業績就不用跌 交不到業績就慢慢跌 所以股值就開始 去年真的沒有人理 今年開始就不要不理了 即是時勢真的不同 疫苗相關股 有 YSJ就清了倉 慘慘了 再買回來 不要緊 沒有辦法 有時候 很多止蝕的規矩 實在是非常嚴格 所以有時候 喜歡也沒有辦法 所以早買早享受 好像Tesla那些 成本低 市跌下去 我買回頭也可以 有些貨幅不深 你覺得這個方法 不是很傻 有時候是傻 兩隻股票應該 我都懂得說 不過 為了令到我整個操盤方法 是進據 是有罪 就是這樣 有機會再說 我以為課程中 都說得清楚 我發覺很多人 聽我說 好像很模糊 不知道說什麼 我希望有機會 我寫了一張紙 雖然是草稿 不過到時有機會 有報名的朋友 你們放心 我會很詳細地說這件事 加了一張分數 會減少 Trading Trading一向都應該減少 當然Transaction Cost 應該再減少一點 我希望可以加多些A股 希望看到Unit Price 想加多些C Fund 多謝你 都會減少一點 反而有些朋友還會支持我 我都是心存感激 不過大家如果經常聽我們說 都知道 好順景波 又有順景波 那麼打 易景波都努力做 就是這樣 今天清了萬科的融創 升上去 可能大家覺得炒兩天夠完 都不奇怪 因為之前都一般的 如果你一直捱下來 萬科融創也會辛苦 C基金可以網上認購嗎 這個問得好 劇透一下 下個是否星期二 下個星期二正式會多一個分銷商 他們說是可以幫助做網上認購 星期二大家就知道 劇透一下 我都不知道是否 但他們說是可以的 網上認購、網上開戶 網上開戶 OK 好 接觸網上開戶 好的 股是688 有兩個朋友都猜688 OK 明天開股 有些朋友說 剛才疫苗建議科興安全一點 因為我可以用 剛才Elliott說了很多 但我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他們其實那些疫苗 不過其實我發覺大家現在都變成專家 其實他們那個疫苗的方法是不同的 有些叫MRDA 我沒有稱之為MRDA 就是BioNTech那些 科興是那些傳統的滅活 滅活 現在我先看一看同事 看看他們會很疲倦 所以方法不同 功能和輔助有些不同 好得笑聲 有些奸 是奸仔 不要玩到臭 不要緊 心情不好 大家笑一下 都是過一天 心情好不好 都要過活 開心點 比不開心 不過上次David也上來跪了 大家原諒他 他都很幫忙 防股買央企務比較穩固 不會的 883 Behind 美國不同 兩邊都有 780 同情意和聯繫升得很厲害 沒有部署 我有拿著 我昨天好像拍了其中一個專訪系 是否叫我要做訪問 我也有說一下 他問我有什麼新舊經濟交替 買一些hybrid的東西 有機會叫Kalib說一下 同情偉龍 我經常說伊龍 普通話是同情偉龍 廣東話是偉龍 我覺得8度跌了幾天 我會不會減貨 又不算太弱 不過是乾媽減貨 乾媽減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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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要留意一下 是否早幾天說過這件事 你聽說話會得說得不錯 我經常說的 別人不是開始說 我開始說 真的好像應驗了 真的開始有少少的 redemption 不過看能不能捱到 還是回了兩天 好,繼續 怎麼看2170 有機會就回Kalvin回答你 Mario,這隻股票我也有 好,小住 不過 豪島股又不一樣 人家是做酒店 雖然金沙和銀河都有酒店 但是他的本業是賭 都是蘋果和橙的比較 分開處理 看好新能源 古前景媽 Elon就全部插下來 今天彈一些 龍圓又升一些 GCL380又好一些 龍肌也好一些 但不算很好 全部都貴 你有沒有聽蔡金強說 一定是貴的 便宜的就害你 好像大約是這樣說 我都很喜歡看他 我今天跟他吃飯很開心 我是他的粉絲 我現在跟他Whatsapp很開心 Elon認識很多 很好的前輩、行家 可以學一下 我幫你問一下他 內房行不行 話說他都是內房專家 問一下他 不知道他答不答我 一廂情願 好 CD今天有什麼內房 明天開股位 有人在猜中 GOF是Close End Fund OK 358其他金屬股可不可以買 我覺得有加的 不過不是358 那些Hash Fund回報如何 不說 不說 其實大家聽我這麼久說 知道我很守規矩 Hash Fund 不可以公開場合說太多 不過威威也有說過 其實去年算是好過C基金 有時候有些操作就牽涉到C基金未必做到 但是有很多購買的Hash Fund 有很多購買的Hash Fund 是要PROFITIONAL ADMINISTR 所以規矩又多 又要Lockup 又不可以每日進出 所以你看我說 大家支持C基金 所以我這個叫做C基金頻道 所以我講來講去 只是講C基金 不過有時候有些操作就牽涉到C基金未必做到 但是如果夠靈活 比如說我旗下的對沖基金可以做 我既然做了 我又不介意講 不過你記住 我現在這個時段就是 我現在在購買C基金 這個朋友估計是龍湖 究竟很多都暫時看不到有盈利 也不是 很多都有一些有盈利 為什麼沒有盈利 例如哪些沒有盈利 究竟很多反而很容易有盈利 如何買你們公司的基金 很好 大家看看右下角 電話39682222 這個位置 60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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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609365 609365 銷售私基金 大家都可以告訴我 等我跟進一下 是啊 我把產品做得這麼好 但是百佳和惠康都不買我 這個可口可樂 你說是不是不好呢 做好的產品 都要有一個好的銷售渠道 我也在做 問一下波叔有沒有機會 我講了一個小時十三分鐘 好了 最後兩分鐘 這次很神奇 那些同事完全沒有圈我 為什麼呢 因為市場上升不圈我 沒關係 不要緊 有時間回答多些問題 其實因為聽一下大家的支持 好得的心都更好 大家以為聽完好得 說完那個時候 心都更好 有時候都是雙向的 你們這樣支持一下我 有時候我都發覺 都要有這樣的 都不能辜負了大家的期望 對我來說 波叔有沒有機會回心轉移呢 之前上一次 突然趕了人出街下雨吃飯 然後他一天就回心轉移 昨天跌了九百多點 不知道會否回心轉移 不過接著波叔今天出來說 不是啊 第二天都升回五百多點 所以沒什麼 他有多點藉口 如果今天再插一千點 我想他真的 不要說我們香港朋友想做些什麼 我怕連中南海都投訴 我的股票炒風債 說笑 波哥麗有好消息有沒有研究 之後給Kelvin回答 泰寶比平寶直博 泰寶是否是China position 不好意思 我很少買泰寶 因為昨天跌了下去 今天就升回了 所以覺得是直博 不過我覺得跌了很多會反大和直博 我不是這樣想 兩天加起來都是輸 還沒虧回44.5 你平寶 昨天好像是跌的 昨天跌1% 今天升回3% 就已經過了前天的位置 所以不能看單日的事情 我會不會 威威的節目和你自己開班 會不會重複 就是不會 大家知道 所以為什麼浩德做事這麼辛苦 大家每天聽我說的話 有多好是真的重複的 真的好得每天都要找新的東西 和大家說 還要說這麼久 我都覺得自己神奇 有時候我都會很窮 不過放心 威威的節目和新城的三堂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我同時間做多少事情 不只是我自己 我的同事做得辛苦 所以現在就要阿桑後面很努力幫我做 如果報名參加的朋友就知道 所以不浪費時間重複 Desmond說 用EPS模型推算 今年22日高位到了 你做幾天告訴我 說笑而已 怎麼看 當然是弱勢 就好像阿里巴巴一樣 說笑了 就要被人罰企 現在308就被人罰企 不過始終308就和大市一樣 市好回去又不會不升 很多想問 創新約是不是都有新經濟角度 當股值這麼高 都要減持 我覺得是 這個朋友股龍湖 現在有兩個朋友股龍湖 兩個朋友股六八八 一個朋友股華志 多了一個龍湖 9999高位入了 今晚聶職公佈怎樣 走還是走 不知道 我也沒有拿著 960乘3 好了 我覺得我的粉絲都知道我買什麼股票 很方便 我也想 人家很厲害 如果富同我基金我也很開心 我買幾支香檳請大家喝 這個威文說 都是親疏有別 這朋友 認購了私基金 多謝 還想加注 非常多謝 對 大家增金白不付錢 說真的 面子的東西 好得 就一點都不值錢 我也不介意 認自己衰 不過輸了客人的錢 我就很介意 不過 暫時都是希望平衡著打機的想法 有時候過不了關 或者這關打得久了 打得差一點 不要緊 最緊要 整體都交到貨 OK 有賺有沒有身體法 身體法 沒有 沒有身體法 雖然它糊了很多 這個威文股688 OK 688 講了不對 時間差不多了 講了多少分鐘 一個小時18分鐘 不過最緊要是大家聽得開心 尤其是市場 雖然今天升了一些 Elon大家都心驚驚 可能有時候聽到一些 我覺得最緊要的是 市場或波動的時間 至少不要做錯事 做得太好 罵底 賺到錢當然好 但是 在不適當的時間 做一些不釋放的事情 其實都很緊要 希望大家可以鎮定一點 OK 大家一起努力 OK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明天再見 拜拜